明星一般在微博上喜欢晒自己的自拍 或者做广告 分享自己的生活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明星会暴露自己 和微博的画风截然不同 就是ins 吴亦凡在ins晒照 微博上平常就是高冷的帅 但是在这的画风就粗糙少年 乍毛的发型 随便穿个背心 拂着嘴卖萌 这样的吴亦凡在微博是见不到的 为什么明星在微博和ins的风格不同 有人说因为ins是比较偏国际的 所以明星在这一般都放飞自我 但也有明星被发现了不得了的秘密 陆涵 邓超 陈鹤在微博上的头像都是三兄弟 好男团的这三兄弟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但是在ins上被发现 三人都不互相关注 难道是塑料兄弟情 陈鹤没有关注陆涵和邓超 两个人也没有回关陈鹤 而且陈鹤大多数在晒自己的衣服品牌 陆涵也没有关注陈鹤和邓超 不过陆涵的画风却和微博 没有太大差别 依旧是喜欢晒鞋 自拍也是和微博的两件套 但是邓超却关注了陆涵 没有关注陈鹤 这就令人奇怪了 超哥既然关注了陆涵 陈鹤为什么没有被关注呢 不过爱家的超哥 和微博没什么不同 也是晒娘娘孙力 晒等等 晒一家四口的开心生活 也是蛮幸福洋溢的 单看吴亦凡的beams也会发现小秘密 原来吴亦凡和陆涵还有小粉红 虽然离对了 但是吴亦凡还保留着和陆涵的合照 And Daily Bobby的微博就是一个正能量少女 但是在这却被网友发现是一个炫富狂魔 时不时的晒出一款包 或者是鹅蛋大的钻戒 还有各种不同的款式 晒包更是喜欢把牌子录出来 难道是为了打广告 也有人发了baby以往的ings 发现自从嫁给黄晓明以后 被网友吐槽每天晒包100次 不过也是满满的幸福的模样啊 最近爆红的胡一天入住ings 第一个就关注了小美好女主沈月 可见两个人戏外也是好朋友 陈学东ings也只关注了一人 就是欧阳娜娜 难不成是因为陆小葵 欧阳娜娜还晒了封面膜的时候 和陈学东深夜视频对话的截图 还专门爱客了这个疑似陈学东心态的小号 可见两人私下里关系不错 关系一直不错的周冬与窦静童 因为七月与安生相识 周冬与是主演 窦静童是主题曲演唱者 就这点小小的交集 让原本陌生的两人成为了好闺蜜 他们私下里的互动也非常有爱 而且两人还同游泰国 这关系好的真是让人羡慕 不过后来周冬宇悄悄取关了窦静童 但是窦静童却依然没有取关周冬宇 不少人以为两个人闹矛盾了 但窦静童在采访中表示自己的知己并不多 周冬宇和马思纯都算是圈内好友 酷炫的佛夜陈伟霆在微博一直是正常画风 但是再隐死就变成淘气小男孩了 这个福娃也是相当给力啊 中秋节快乐更是放荡不羁 吃瓜群众表示都不敢看了 中秋节快乐更是放荡不羁